如果说张丹丰这个人你不认识的话那说 花千古之中的东方玉卿就应该会知道的吧 花千古的热播不仅是将赵丽颖与霍建华再次上升一个台阶 而且还将饰演东方玉卿的张丹丰与饰演沙千木的马卡等人很红 当然其中一下子翻红的就是张丹丰与马卡 人红之后背后的一切就会被人挖出来 而与红心相差十岁的婚姻更是引得了许多人的关注 张丹丰面对相差十岁的红心没有丝毫的不满 甚至是将他当成了宝 接受了红心的儿子像亲生的儿子一样看待 这样的好男人形象没有谁会对他没有好感 也正是因为这个好男人的形象 张丹丰的人气也是越来越高 但是最近却爆出了张丹丰与红心的婚姻 遭受到了第三者的插足事件 毕严是张丹丰的经纪人 说到经纪人这个词语就让很多人感叹了 王宝强的事件就是现在还有余波呢 虽然还没有到谈经纪人旧色变的地步 但是如果经纪人出现问题 的话这个话题就不是简单的了 插足张丹丰与红心的婚姻这难道 又是一场娱乐圈的大地震 本来只是质疑的网友可是在事情越闹越大之后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 经纪人与红心出来解释 只是单纯的工作这件事 没有毛病 但是红心又回应网友说 经纪人还穿着浴袍出来等 那之后 老虎 这并咪的